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天我臨為壽命 就是他要我幹掉一些事情 呼風他有叫我幹掉一些事情 因為我最近在Facebook上面都很生氣 不過幹掉的就是那個遠東的那個徐旭東 徐旭東他在搞那個e-tag這件事情 e-tag這件事情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最簡單的道理 原本的人工收費員 一年要花的錢大概是八億元 可是我們現在要付給遠通一年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我們要年花二十億元 這是我第一次聽過 用機器取代能工之後成本還升高的例子 這個不是世界奇蹟嗎 那我們現在每一筆通行費都要給 我們只要過一次收費站 遠通就可以收三年四塊 三年四塊一直收 然後徐旭東還出來說 我天生就是來做公益的 然後他的發言人還跟他講說 那個扣款扣失敗就是我們的宿命 我想跟他講說 那難道我付錢給你就是我的宿命嗎 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現在網路上面很多人在發起 就是拿那個e-tag的那個貼紙 不爽不要裝那個貼紙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個有點太溫柔了 最近真的是沒空 因為我們在搞那個服帽的事情 每場公聽我們都要去檢看 所以我們實在沒辦法發起一個活動 不然那天我們真的很想發起一個活動 我們跑去那個遠氣有沒有 敦化北路有沒有 我們去申請路權 然後我們在那邊辦個網會 大家把自己的車子開來 一個晚上我們就把敦化北路停滿這樣子 把敦化北路變成一個大型停車場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辦個網會 大家在那邊發貼紙 然後把那個遠氣門口全部給他貼滿 那個不爽標中意太人的那個貼紙 好讓遠東的那個徐旭東 遭到一些民眾的抗議這樣子 不然我們現在抗議的方式真的都還太軟弱了 那如果說有人想要發起這個活動的話 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可以跟大家講說那個遊行那些流程怎麼辦 我們最近辦了很多場 那個都很熟了 那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個事情 是在10月10號我們在這邊 我們把那個中正廟佔領了之後 那後來我們就要想說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那時候我們一直在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國會支持度中5% 比馬鈴球9%還低 那我們的國會怎麼這麼爛呢 我們要如何去改革這個國會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很小 例如說今天誰去參選 可能我們都選不到幾席啦 如果真的我們去選舉 可能說不定真的會有一兩席 那可是一兩席未必能夠真正改變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在利用網路的力量 來解決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找了一群非常優秀的朋友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小小的一個像是社會企業的一個樣的組織 開了一個網站公司 網站公司的名字叫做 Watch Out Watch Out Watch Out就是叫大家要注意嘛對不對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中文名字要取叫什麼呢 如果取叫注意要不是很爛嗎 後來我們就想說 我們的中文名字取叫臥草 Watch Out就叫臥草 臥草然後我們吉祥為有想好就是臥草泥馬 就是草泥馬那一隻東西 那這個是髒話嗎 沒有沒有沒有 臥草泥馬 不是那不是髒話 臥草是我們要在 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們要在公民社會 北臥草原上面奔跑 我們這裡最高限度就是靠 靠腰 對對對 我們是要跟我們社會北臥草原上面奔跑 所以大家想臥草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要做的第一個網站企劃 其實我們有四個網站企劃 它會變成一個平台 那我們已經投入一些資源 我們第一個企劃在2月15號 下個國會的會期就要上線了 那個網站企劃叫做國會無雙 大家都有玩過電動嘛對不對 大家都有看到棒球 那大家都知道立法院有IVOD的轉播 你知道嗎 立法院那個轉播其實很無聊 他就對著兩個人 然後一個人講話 然後一個人被選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突然下去 沒有人會去看那個東西 可是這個東西超重要的 我們國家裡面每天 我們所有重大一體都在那邊被討論 但是都不會被報導 因為媒體不想報導這個東西 什麼時候會報導呢 只有所大所跟霸戰主席台 還有打架的那些時候 才會被報導到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是 我們找了一組人 我們架設一個網站平台之後 我們來每天監看國會的IVOD 我們可能每天會有 我們用的精神就是 希望讓你每天給我五分鐘 你只要給我五分鐘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你只要給我五分鐘 關心國會 然後我們就提供你這樣的資訊 我們會把它弄成像是 看棒球那樣子的精神 你每天 你不會去看一場整場棒球轉播 可能三四個小時看不完 可是你隔天可以看早報 然後它就有個box有沒有 就是九宮格 就是第一局什麼什麼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本日MVP是誰 然後那個勝利投手是誰 半戰投手是誰 所有打點誰沒有之類的 我們就是做這樣的一個紀錄 我們會把整個IVOD監看起來 然後用網站技術 我們去截取一些重要的畫面 那些重要畫面 我們會把它剪輯起來 讓民眾來投票 然後把當天的所有的議程 都做出一個整理 那我們可以讓投票 當然可以投MVP 我們後來我們想說 那我們可以來投MVP 那什麼叫MVP 就是Most useless person 不知道要幹嘛 這個地方 因為裡面真的很多那種人 就是來質詢不知道在幹嘛 你知道嗎 他上去然後在講話 講了今天在質詢 就是拿張飛來打月飛 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補版面 然後就登記發言 然後來講話 不知道在講什麼話 那種人我們就把它撿起來 就把它讓民眾去票選 他當most useless person 那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跟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家可能會想到這個問題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他們做的事情 真的非常屌 他們也非常認真 可是他們做的問題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們是在做量性的分析 國會的量性分析 他們看哪個立委 他的出席率 然後他的投票率 然後他的連署的 有沒有參加什麼連署 然後有沒有最後提案 通過哪些的法案 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結果我們發現 吳玉森 這是評鑑很高的立法委員 就知識和識的那個吳玉森 是評鑑很高的立法委員 那怎麼有可能呢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希望民眾 對那個國會 產生職信的了解 那我們如何去產生職信的了解呢 你就從每天五分鐘 關心國會開始 在明天議會要省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隔天的議程 弄成一個戰報給大家 就是明天會有什麼重大賽事 列出來 然後明天雙方出場主將是誰 哪些人該會出場 哪些人會來搭巡 哪些人會出場 我們會把他列出來 然後我們會寫出一個精彩的戰報 就是戰情預告 大家會想說 今天上次誰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一個法案 通常不會是一次審完嘛 那之前的前後果 我們會整理給民眾知道 然後用個有趣的方式 讓大家來參與 那如果你很有心 你上單的時候有空 你就可以看IBOD的轉播 你也可以剪接投稿給我們 那如果沒有空的話 沒關係 看我們最後的整理 我們會告訴你說 國會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 我們藉由建築國會這件事情 在年底的時候 可以發揮影響 我們有很多的 利用很多太陽的技術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立法委員 他們對很多議題的發言 都整理起來 例如說 吳玉生 他對軍神法的發言 或是吳玉生 他對核四的發言 我們就做出TAG 之後我們只要搜尋 吳玉生 核四 我們就可以把他所有對核四的發言 都整理起來 大家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讓他進行總數對面放 放到他的落選為止 大家知道好不好 好 所以明年 就今年 今年為止講明年 今年大家做一些行動 用行動來改變 今年就是2014 我覺得是個關鍵一年 包含備和 還有國會的改革 連結五度選舉 公民運動 都可以產生 非常重要的力量 大家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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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